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第十二章 三强争霸赛 穿过大门,两侧是带翅膀的野猪雕像,然后登上 马车猛烈地滚动,在什么地方危险地摇晃着 很快就变成了大风 靠在窗户上,哈利可以看到 霍格沃茨越来越近,许多亮着灯的窗户模糊而闪烁 在厚厚的雨幕后面 闪电划过天空,当他们 马车停在位于顶部的巨大项目前门前 一段时阶 占据前面车厢的人士 已经快步踏上时阶,进入城堡了 哈利,罗恩,赫敏和 纳威从马车上跳下来,也冲上台阶,看着 只有当他们安全地进入火炬照亮的巨大入口大厅时才起来 极其宏伟的大理石楼梯 天啊,罗恩摇摇头,把水洒得到处都是 但是,如果 这使得湖水不断溢出 我浑身湿透了,哎呀! 一个巨大的,红色的,充满水的气球,从天花板上掉到了地上 罗恩的头爆炸了 罗恩浑身湿透,见其水花,摇摇晃晃的侧身 就在第二枚水弹落下时,哈利落入了哈利的体内,险些失守 赫敏,他在哈利的脚边爆开,在哈利的脚上喷出一波冷水 运动鞋塞进袜子里 周围的人尖叫着,开始推挤 他们彼此努力逃离火线 哈利抬起头,看到在他们上方二十英尺处飘浮着一个恶作巨鬼皮皮鬼 一个穿着一身衣服的小个子男人 戴着中型帽子和橙色领结,他那张宽大而邪恶的脸扭曲着 他再次瞄准时,全神贯注 皮皮鬼 愤怒的声音喊道 皮皮鬼,马上下来 麦格教授,副校长兼格兰芬多院长 豪斯,冲出大厅,他在潮湿的地板上打滑 并抓住赫敏的脖子,以免自己跌倒 哎呦,对不起,格兰杰小姐 没关系,教授 赫敏喘着气,揉着喉咙 皮皮鬼,现在就下来 麦格教授咆哮道,拉着他的肩顶帽子,透过他的方框向上凝视 眼镜 不是什么也不做 皮皮鬼咯咯笑着,像几个人扔了一颗水袋 五年级的女生们尖叫着冲进了礼堂 已经湿透了,不是吗? 小喷 呼呼呼呼 他又把另一枚炸弹瞄准了 一群刚来的二年级学生 我去给校长打电话 麦格教授喊道 我警告 你,皮皮鬼 皮皮鬼伸出舌头,将最后一枚水弹抛向空中 然后飞快地爬上大理石楼梯 疯狂地咯咯笑 嗯,那就走吧 麦格教授尖锐地对 脏兮兮的人群 进大殿,走吧 哈利,罗恩和赫敏脚下一滑,滑过门厅,然后 穿过右边的双门 罗恩在他的身下愤怒地嘟弄着 当他把湿漉漉的头发从脸上拂开时 他喘着气 礼堂一如往常的辉煌 为开学盛宴而装饰一新 金色的盘子和高脚杯在数百盏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数百根蜡烛,漂浮在半空中的桌子上 四长屋 桌子上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学生 大厅的顶层,工作人员坐着 沿着第五张桌子的一侧,面向他们的学生 天气暖和多了 这里 哈利,罗恩和赫敏走过斯莱特林,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队 和其他格兰芬多队的同学一起坐在远处 大厅的一侧 格兰芬多幽灵,差点眉头的尼克旁边 珍珠色 尼克今晚穿着白色半透明的紧身衣 但是 有一个特别大的领子 这有双重目的 看起来格外喜庆 并确保他的头不会在他的半边上摇晃太多 脖子被割断 晚上好 他微笑着对他们说 谁说的 哈利说着 脱下运动鞋 把鞋里的东西都清空 谁 希望他们能尽快进行排序 我饿死了 每学期开始时都会将新生分入宿舍 学年 但由于不幸的情况 哈利没有 自从他自己以来就一直在场 他颇为期待 只是 是 然后 一个高度兴奋 气喘吁吁的声音在桌子下面喊道 嗨 哈利 那是柯林 克里维 三年级学生 哈利对他来说就像英雄一样 嗨 柯林 哈利小心翼翼的说 哈利 你猜怎么着 你猜怎么着 哈利 哥哥要开始了 我的兄弟 丹尼斯 嗯 很好 哈利说 他真的很兴奋 柯林几乎在他的身体里上下弹跳着说道 座位 我只希望他在格兰芬多 祈祷吧 嗯 哈利 嗯 是的 好吧 哈利说 他转身面向赫敏 罗恩和 差点眉头的尼克 兄弟姐妹通常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不是吗 他说 他是根据维斯莱一家来判断的 他们七个人都拥有 被分入格兰芬多 哦 不 不一定 赫敏说 塔瓦蒂 佩蒂尔的双胞胎在 拉文克劳和 你们是一样的 你以为他们会在一起 其实不然 你 哈利抬头看着教职圆桌 似乎更加空旷 那里的座位比平常多 当然 海格仍在奋力穿过河流 虎语最初的岁月 麦格教授大概是在监督 门厅地板干燥 但还有另一张空椅子 哈利想不出还有谁失踪了 新来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在哪里 赫敏说 他也抬头看着老师们 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一位黑魔法防御术老师 持续超过三个任期 到目前为止 哈利最喜欢的是教授 卢平去年辞职了 他上下打亮了员工桌 那里肯定没有新面孔 也许他们找不到人 赫敏说道 看上去很焦急 哈利更仔细地扫拾桌子 小小福利维教授 魔咒老师 坐在教授旁边的一大堆垫子上 斯普劳特 草药学老师 他的帽子歪在他那飘逸的灰色衣服上 头发 他正在和天文学系的辛尼斯特拉教授交谈 在 辛尼斯特拉教授的另一面是脸色蜡黄 阴沟鼻 头发油腻的魔药学大师斯内普 哈利在霍格沃茨最不喜欢的人 哈利对斯内普的厌恶 与斯内普对他的仇恨不相上下 去年 当哈利提供帮助时 这种仇恨如果可能的话 已经加剧了 小天狼星就在斯内普的大鼻子下逃脱了 斯内普和小天狼星 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是敌人 斯内普的另一边有一个空座位 哈利猜测是 麦格教授的 在他旁边 桌子的正中央 坐着 校长邓布利多教授 银色的头发和胡须 他那华丽的深绿色长袍 在烛光下闪闪发光 上面秀着 许多星星和月亮 邓布利多细长的手指指尖 他把下巴抵在他们身上 盯着天花板 透过他的半月形眼镜 仿佛陷入了沉思 哈利抬起头 也在天花板上 看起来就像外面的天空一样 令人着迷 他有 从未见过如此暴风雨 黑色和紫色的云朵盘旋而过 外面又响起一声雷鸣 一道闪电闪过 穿过他 哦 快点 罗恩在哈利旁边呻吟道 我可以吃掉鹰头马身有一手 这句话刚从他嘴里说出来 大殿的门就打开了 打开后 一片寂静 麦格教授带领着一长串第一名 年到达大厅的顶部 如果哈利 罗恩和赫敏都试了 那就是 与最初几年的样子无关 他们似乎游过了 胡而不是航行 他们所有人都在颤抖 他们沿着教工桌排成一队 然后停了下来 感到寒冷和紧张 面对学校的其他人 除了最小的一个男孩之外的所有人 有着老鼠般的头发 包裹在哈利认出是海格的东西里 岩鼠皮大衣 这件外套对他来说太大了 看起来就像他 被盖在毛茸茸的黑色马戏团帐篷里 他的小脸从上面凸出来 衣领 看起来几乎是痛苦的兴奋 当他和他的人一起排队时 当他看到柯林 克里维的目光时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柯林 克里维 竖起大拇指 用嘴说 我掉进湖里了 他看起来 对此非常高兴 麦格教授之前在地上放了一张四角凳 头几年 上面还有一顶极其古老 肮脏 打着补丁的巫师帽 第一年的学生盯着他 其他人也是如此 一时间 油 安静 然后 靠近帽檐的一条长长的裂口张开 像一张嘴 帽子也随之张开 插曲 一千多年前 当我刚缝完衣服的时候 住着四位著名的巫师 他们的名字至今仍广为人质 勇敢的格兰芬多 来自荒野 美丽的拉文克劳 来自幽谷 可爱的贺奇帕奇 来自宽阔的山谷 精明的斯莱特林 来自沼泽地 他们有共同的愿望 希望 梦想 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教育年轻魔法师 霍格沃茨学校 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这四位创始人 为每个人组建了自己的house 是否重视不同的美德 他们必须教导的内容 格兰芬多最勇敢的是 其价值远超其他 对于拉文克劳来说 最聪明的 永远是最好的 对于贺奇帕奇来说 勤奋的工人士 最值得入场 还有渴望权力的斯莱特林 喜欢有远大志向的人 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确实分裂了 他们最喜欢的人群 然而如何挑选有价值的 他们什么时候死掉的 是格兰芬多找到了出路 他把我从他的头上打下来 创始人为我注入了一些智慧 所以我可以选择 现在让我贴近你的耳朵 我还从来没有犯过错 我会看看你的内心 并告诉你 你属于哪里 当芬院茂结束时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 这不是他对我们 进行分类时唱的歌 哈利边说边鼓掌 与其他人 唱的是另一首 每年 罗恩说 这一定是一个相当无聊的事情 生活 不是吗 就是一顶帽子 我想他会花一整年的时间 来弥补下一个 一 麦格教授 现在正在展开一大卷羊皮纸 当我喊出你的名字时 你就戴上帽子 坐在凳子上 他告诉一年级新生 当帽子宣布你的学院时 你就去 坐在适当的桌子旁 阿克利 斯图尔特 一个男孩走上前 明显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他捡起了那张纸 分院帽带上 坐在凳子上 拉文克劳 帽子喊道 斯图尔特 阿克利摘下帽子 匆匆坐到拉文克劳的座位上 桌子上 大家都在为他鼓掌 哈利瞥见了丘 拉文克劳找球手 在斯图尔特 阿克利坐下时 为他欢呼 唯一个 转身即逝 哈利有一种奇怪的愿望 想也加入拉文克劳的餐桌 巴多克 马尔科姆 斯莱特林 大厅另一边的桌子上 爆发出欢呼声 哈利可以看到 当巴多克加入斯莱特林时 马尔扶鼓掌 哈利想知道是否 巴多克知道斯莱特林学院培养出了更多的黑暗女巫 巫师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弗雷德和乔治在马尔科姆 巴多克坐下时发出嘶嘶声 向下 布兰斯通 埃利诺 赫奇帕奇 考德威尔 欧文 赫奇帕奇 克里维 丹尼斯 小丹尼斯 克里维 让亮呛呛地向前走去 被海格的邪文布绊倒了 就在海格本人从教室办公室后面的门溜进礼堂时 桌子 大约是正常人身高的两倍 宽度至少是正常人的三倍 海格留着长长的 狂野的 纠结的黑发和胡须 看起来有点 令人震惊 这是一种误导性的印象 哈利 罗恩和赫敏都知道 海格拥有非常善良的本性 当他在座位上坐下时 他向他们眨了眨眼 坐在教职圆席的一端 看着丹尼斯 克里维 戴上分院帽 边缘处的裂口 张德很大 格兰芬多 帽子喊道 海格和格兰芬多 一起鼓掌 丹尼斯 克里维 则微笑着 宽阔地摘下帽子 放回凳子上 赶忙过去加入 他的兄弟 柯林 我掉进去了 他尖声说道 坐进了一个空座位 他 太棒了 水里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 把我推回了水中 小周 凉爽的 柯林同样兴奋地说 这可能是巨型乌贼 丹尼斯 哇 丹尼斯说 好像没有人在最疯狂的梦想中能够希望 不仅仅是被扔进一个暴风雨翻腾 深不可测的湖里 再次被巨大的海怪推出 丹尼斯 丹尼斯 看到下面那个男孩了吗 那个有着黑色头发和 眼镜 看见他 知道他是谁吗 丹尼斯 哈利一开视线 紧紧地盯着分院帽 现在正在分院 爱马 多不思 排序仍在继续 男孩和女孩都有不同程度的恐惧 他们的脸一张一张的一向四角凳 队伍越来越少 迈格教授慢慢地通过了L 哦 快点 罗恩一边伸吟着 一边按摩着自己的肚子 现在 罗恩 分类比食物重要得多 尼利说 乌头尼克 饰演麦德利 劳拉 成为贺奇帕奇 当然是这样 如果你死了的话 罗恩历生说道 我确实希望 今年的格兰分多学生能够达到标准 尼利说道 乌头尼克 鼓掌称麦当劳 纳塔利 加入格兰分多 桌子 我们不想打破我们的连胜 不是吗 格兰分多连续三年 赢得校技冠军 连续 普查德 格雷厄姆 斯莱特林 奎尔克 奥拉 拉文克劳 最后 随着惠特比 凯文 贺奇帕奇 的一声 分院结束了 麦格教授拿起帽子和凳子 把他们带走了 时间到了 罗恩说 抓起刀叉 满怀期待地看着 在他的金盘子里 邓不利多教授 已经站了起来 他微笑着看着周围 同学们 张开双臂欢迎 我只有两句话要对你们说 他告诉他们 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大厅周围 耶 听听 听听 当空盘子装满时 哈利和罗恩大声说道 神奇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差点眉头的尼克 悲伤地看着哈利 罗恩和赫敏 装在了自己的盘子 哎呀 啤酒来了 罗恩嘴里塞满了土豆泥说道 你知道 今晚有一场盛宴 真是太幸运了 尼利说道 无头尼克 早些时候 厨房里出现了麻烦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 哈利隔着一大块牛排说道 当然是皮皮鬼了 差点眉头的尼克摇摇头说道 危险地摇晃着 他把脖子上的领子拉得更高一点 这 通常的争论 你知道 他想参加宴会 嗯 这很不错 毫无疑问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子 完全不闻名 看不到一个 盘子里的食物 不要扔掉 我们召开了一个幽灵会议 胖修士 一切都是为了给他机会 但在我看来 最明智的是 血人巴罗坚定了立场 血人男爵是斯莱特林的幽灵 一个憔悴而沉默的幽灵 布满了银色的血迹 他是霍格沃茨唯一一个能够 真实的 控制皮皮鬼 是的 我们认为皮皮鬼似乎因为某件事而被砍掉了 罗恩说 黑暗 那他在厨房里做了什么 哦 平常的事 差点眉头的尼克耸耸肩肩说道 造成严重破坏 和混乱 到处都是锅碗瓢盆 将游泳放入汤中 害怕 夹阳小精灵都失去了理智 当 赫敏打翻了他的金酒杯 南瓜汁涂抹 稳定地越过桌布 将几英尺的白色亚麻布染成橙色 但是 赫敏没有注意 这里有夹阳小精灵吗 他说 惊恐地盯着几乎 无头尼克 在霍格沃茨吗 当然 差点眉头的尼克说道 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 我相信 这是英国所有住宅中数量最多的 一百多个 我从来没见过 赫敏说 嗯 他们白天几乎从不离开厨房 是吗 说几乎 无头尼克 他们晚上出来做一些清洁工作 看到 火灾等 我的意思是 你不应该看到他们 是吗 那是 好家养小精灵的标志 不是吗 你不知道他的存在吗 赫敏盯着他 但是他们有报酬吗 他说 他们有假期 不是吗 并且 并且 并驾 养老金等等 差点眉头的尼克哈哈大笑 他的领子滑落了 他的头也随之滑落 摔倒了 悬在大约一英寸的幽灵般的皮肤和肌肉上 而这些皮肤和肌肉仍然存在 把他挂在他的脖子上 并驾和养老金 他说着 把头重新靠在自己的身上 肩膀并再次用领口固定 家养小精灵不想要 并驾和养老金 赫敏低头看着他几乎没碰过的盘子里的食物 然后把他 刀叉放在上面 把他从他身边推开 哦 来吧 我的膝盖 罗恩说着 不小心把碎片喷到了哈利身上 约克俊不叮 哎呀 抱歉 阿里 他咽了口口水 你不会 你自己挨饿 让他们请病假 奴隶劳动 赫米用鼻子粗重地呼吸着 那是 这顿晚餐是什么做的 奴隶劳动 他拒绝再吃一口 羽仍在沉重地敲击着高高的 深色的玻璃 其他 雷声震动了窗户 暴风雨般的天花板闪烁 当第一道菜的残骸消失时 照亮了金色的盘子 立即被布丁取代 糖浆馅饼 赫敏 罗恩说 故意将气味飘向 他 有斑点的家伙 看 巧克力蛋糕 但赫米给他的表情 让人想起麦格教授 他放弃了 当布丁也被毁掉 最后的面包屑也被毁掉时 阿布斯 邓不利多把盘子褪色 让他们闪闪发亮 再刺他的脚 大厅里的嗡嗡声 几乎立刻就停止了 所以 只听得见呼啸的风声 和倾盆大雨的声音 所以 邓不利多微笑着 对他们所有人说道 现在我们都 喂饱喝水 哼 赫敏说 我必须再次请求你的帮助 注意 同时我发出一些通知 先生 看门人费尔奇 让我告诉你 物品清单 今年城堡内的禁止范围 扩大到包括尖叫 溜溜球 尖牙飞盘 和永不停歇的回旋标 完整名单 我相信 大约包括437项 并且可以 如果有人想查看的话 可以在费尔奇先生的办公室查看 邓不利多的嘴角抽搐了 他继续说道 一如既往 我 想提醒大家的是 场地内的森林是禁止进入的 学生 霍格莫德村的所有三年级以下学生 也是如此 我痛苦地通知您 奎蒂奇学院间比赛 今年杯赛不会举行 什么 哈利喘着气 他环顾四周 看看他的同伴 弗雷德和乔治 奎蒂奇球队的成员 他们无声地张着嘴 邓不利多显然惊地说不出话来 邓不利多继续说道 这是 由于一项将于10月开始 并持续到整个赛季的活动 学年 占用了老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但我却信 你们都会非常享受它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 在霍格沃茨的一年 但就在这时 一阵阵耳欲聋的雷声响起 门被敲响了 大会堂的门轰然打开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拄着一根长长的手杖 浑身笼罩在黑色的阴影中 旅行斗篷 大厅里的每个人都把头转向陌生人 突然 一道闪电划过地面 照亮了 天花板 他拉下兜帽 甩出一头灰白 深灰色的长棕毛 头发 然后开始向老师的桌子走去 他每走一步 大厅里就会响起沉闷的沉闷声 他到了 他从最上面桌子的一端向右转 一瘸一拐地走向邓不利多 又一道闪电划过天花板 赫敏喘着气 闪电将男人的脸映照得格外清晰 那是一张脸 不像哈利见过的任何人 他看起来就像是用什么雕刻而成的 有某人风化的木材 只是对人类最模糊的想法 脸应该看起来像 但凿子不太熟练 每一个 寸肌肤仿佛都伤痕累累 嘴巴看起来像一条对角线的伤口 鼻子的一大块不见了 但正是这个男人的眼睛 他吓人 其中一颗又小又黑 成猪状 另一个又大又圆 像一个 硬币 以及生动的电蓝色 蓝眼睛不停地转动 没有 眨眼 并且上下左右滚动 完全独立 正常眼睛的形状 然后他就翻过来 指向眼睛的后面 男人的头 所以他们只能看到白色 陌生人来到了邓不利多身边 他伸出了一只手 就像 他的脸上伤痕累累 邓不利多摇晃着他的脸 嘟囔着哈利的话 听不到 他似乎在询问这个陌生人 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低声回答道 邓不利多点点头 并向那人示意他右手边的空座位 陌生人坐下来 甩掉脸上的深灰色头发 把一盘香肠拉到他面前 举到他剩下的鼻子上 并闻了闻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 戳了一根香肠 结束了 开始吃饭 他正常的眼睛注视着 香肠 但蓝眼睛仍在眼窝里不安地转动 接待大厅和学生 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新来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吗 说 邓不利多明亮地进入了沉默 慕迪教授 新员工受到掌声欢迎是很平常的事 但没有一个 教职员或学生鼓掌 除了邓不利多和海格 他们都把 他们双手核实鼓掌 但鼓掌声却阴沉地回荡在天空中 一片寂静 他们很快就停了下来 其他人似乎都太出神了 穆迪奇怪的外表 让他不仅仅只是盯着他看 穆迪 哈利对罗恩低声说道 风眼汗穆迪 那个你爸爸 今天早上去帮忙了吗 一定是的 罗恩低声说道 充满敬畏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贺民小声说道 他发生了什么事 连 不知道 罗恩低声回答道 着迷地看着穆迪 穆迪似乎对他不太热情的欢迎 完全无动于衷 忽略 一壶南瓜枝在他面前 他再次伸手去旅行 斗篷 拿出一个酒壶 从里面喝了一大口水 当他举起他的 手臂喝水 他的斗篷被拉离地面几英寸 哈利 看到桌子下面 有几英寸长的雕刻木腿 末端有一个爪子 脚 邓不利多清了清喉咙 正如我所说 他微笑着看着面前的学生群 他们仍然呆呆地 看着风眼和穆迪 我们要拥有 很荣幸 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举办一场非常激动人心的活动 已有一个多世纪没有举办过 我非常高兴地告知 你知道 三强争霸赛 今年将在霍格沃茨举行 年 你在开玩笑吗 弗雷德 维斯莱大声说道 自从穆迪到来之后 大厅里突然充满了紧张气氛 坏了 几乎每个人都笑了 邓不利多也赞赏地笑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 维斯莱先生 他说 不过既然你提到了 我 夏天确实听过一篇关于巨魔 女巫和一个的精彩故事 小妖精们都走进了酒吧 麦格教授大声清了清喉咙 嗯 不过也许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 邓不利多说 哪里 我是吗 啊 是的 三强争霸赛 好吧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这次比赛涉及什么 所以希望知道的人原谅我 给予简短的解释 并让他们的注意力自由徘徊 三强争霸赛首次设立已有700年历史 之前是欧洲三大学校之间的一场友谊赛 魔法霍格沃茨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选出了冠军 三位冠军分别代表各个学校进行了三场神奇的比赛任务 各学校每五年轮流举办一次比赛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建立不同国籍的年轻女巫和男巫之间的联系 直到是的死亡人数如此之高 以至于比赛被取消了 死亡人数 贺敏低声说道 看上去很惊慌 但他的焦虑却 大厅里的大多数学生似乎并不认同这一点 许多人 我们兴奋的互相窃窃私语 而哈利自己则更兴奋 对了解比赛感兴趣 而不是担心死亡 发生在几百年前 几个世纪以来 人们曾多次尝试恢复 锦标赛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没有一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 成功的 然而 我们自己的国际魔法部 合作与魔法运动会决定时机已经成熟 另一种尝试 我们整个夏天都在努力工作 以确保 这 到时候 任何冠军都不会发现自己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首脑将带着他们的到来 十月入围竞争者及三名冠军的评选 将在万圣节举行 公正的法官将决定哪些学生 最有资格争夺三强争霸杯 这是他们学校的荣耀 还有一千加龙的个人奖金 我这就去 弗雷德 维斯莱在桌子上发出嘶嘶声 脸上闪着光芒 对这样的荣耀和财富的前景充满热情 他不是唯一一个 似乎把自己想象成霍格沃茨冠军的人 在 在学院的每张桌子上 哈利都能看到人们要么全神贯注地凝视着 邓布利多 或者热切地对邻居窃窃私语 但是之后 邓布利多再次开口 大厅再次安静下来 尽管我知道 你们所有人都渴望将三强争霸赛杯带到 霍格沃茨 他说 参与学校的校长 以及 魔法部同意对参赛者施加年龄限制 今年 仅限年满17岁或17岁的学生 年长者将被允许提出他们的名字以公考虑 这 邓布利多稍微提高了声音 因为有几个人发出了声音 对这些话感到愤怒 维斯莱双胞胎突然看着 愤怒 鉴于锦标赛任务 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措施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仍然会困难和危险 而且 六年级和七年级以下的学生不太可能应付 跟他们 我个人将确保没有为成年学生被欺骗 我们公正的法官让他们成为霍格沃茨的冠军 他的淡蓝色 眼睛闪烁着 在弗雷德和乔治叛逆的脸上闪烁 我 因此 如果您处于以下情况 请不要浪费时间提交自己的信息 十七 来自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代表团将抵达 十月 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身边 我知道 当我们的外国客人与他们在一起时 你们都会给予他们一切礼遇 我们 并将在那时 给予您对霍格沃茨冠军的全心全意的支持 他或他被选中 现在 已经晚了 我知道这有多重要 明天早上上课时 请大家保持警惕并休息 就请时间 批展 邓布利多再次坐下 转身与风眼汉木迪交谈 那里 当所有学生站起来时 发生了巨大的刮擦和撞击声 涌向双门进入入口大厅 他们不能这么做 没有加入人群的乔治 维斯来说道 朝门口走去 却站了起来 怒视着邓布利多 四月份 我们就十七岁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一下呢 他们不会阻止我进去 弗雷德固执地说 同时也皱着眉头看着 最上面的桌子 冠军们会做各种各样你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允许正常进行 还有一千加龙的奖金 是的 罗恩说道 脸上露出了遥远的表情 是啊 一千 加龙 来吧 赫敏说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只剩下这里了 移动 哈利 罗恩 赫敏 弗雷德 和乔治 出发前往门厅 弗雷德 和乔治讨论 邓布利多 如何阻止那些 参加比赛时 未满十七岁 这位公正的法官是谁 将决定谁是冠军 是 哈利说 不知道 弗雷德说 但我们要愚弄的是他们 我认为有几个 乔治 滴几滴老化药水 也许可以 不过 邓布利多知道 你还没有成年 罗恩说 是的 但冠军并不是 由他决定的 不是吗 说 弗雷德很精明 在我看来 一旦这位法官知道 谁想要进入 他会从每所学校中 选择最好的 而不管他们的年龄 有多大 邓布利多试图阻止 我们说出自己的名字 可是人已经死了 他们一起时 赫米用担心的声音说道 穿过一扇隐藏在挂毯后面的门 然后打开另一扇门 较窄的楼梯 是啊 弗雷德轻描淡写地说 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不是吗 反正 没有一点风险 哪里有乐趣呢 嘿 罗恩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获得呢 围绕邓布利多 想进去吗 你觉得怎么样 罗恩问哈利 进来很酷 不是吗 但 我想 他们可能 想要年纪更大的人 不知道我们是否学会了 足够的 我绝对没有 弗雷德身后 传来那微阴沉的声音 乔治 不过 我预计我的祖母 会希望我尝试一下 他总是在谈论 我应该如何维护家族荣誉 我只得 哎呀 那微的脚 正好陷进了楼梯中间的一个台阶 那里 霍格沃茨 有很多这样的魔术楼梯 这是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 高年级的学生 跳这个特定的步骤 但内维尔的记忆是 出了名的穷 哈利和罗恩 抓住他的腋下 并把他拉了起来 楼梯顶上的一套盔甲 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 笑 G气喘吁吁的 把他关上 你 他们经过时 罗恩一边说着 一边敲打着面罩 他们朝格兰芬多塔楼的入口走去 隐藏在一幅 身穿粉红色丝绸连衣裙的胖女士的大幅肖像后面 密码 当他们走近时 他说道 胡言乱语 乔治说 楼下的一位急场告诉我的 肖像向前转动 露出墙上的一个洞 他们穿过这个洞 都爬了 琵琶作响的炉火 温暖了圆形的公共休息室 摆满了柔软的扶手椅和桌子 赫敏表演了欢乐的舞蹈 眼神阴沉 哈利清楚地听到他嘟囔着奴隶劳动 然后向他们道晚安 然后消失在门口 女生宿舍 哈利 罗恩和纳威 爬上最后一个螺旋楼梯 直到他们 来到了位于塔顶的自己的宿舍 五 靠墙立着四根柱子的床 上面挂着深红色的维蔓 每张床 脚下是主人的行李箱 丁和Shamus已经开始 床 Shamus把他的爱尔兰玫瑰花结 别在他的床头板上 而丁则把 在他的床头柜上贴了一张维克多 克鲁姆的海报 他的就海报 西哈姆足球队就固定在他旁边 精神上的 罗恩叹了口气 对着完全静止的足球摇了摇头 玩家 哈利 罗恩和纳威穿上睡衣 上了床 某人 一个 毫无疑问 佳阳小精灵在床单之间放了暖锅 他是 非常舒服 躺在床上听着暴风雨的肆虐 外部 你知道 我可能会这么做 罗恩在黑暗中睡眼惺忪地说 如果 弗雷德和乔治了解如何做 锦标赛 你永远不知道 做 你 但愿不会 哈利在床上翻了个身 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画面 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心灵的眼睛 他欺骗了公正的法官 让他相信他是 十七 他已经成为霍格沃茨的冠军 他正站在 操场上 他在全校师生面前 胜利地举起双臂 大家鼓掌尖叫 他刚刚赢得了三强争霸赛 比赛 赵的脸在模糊的背景中 显得格外清晰 人群中 他的脸上洋溢着钦佩之情 哈利对着枕头咧嘴一笑 非常高兴罗恩看不见 他能做什么 之后